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真的是没有签了啊 这事是很严重啊 如果这个由衷的价钱再跌的话 所以这段时间呢 拜托 拜托 所有的政客不要去得罪其他的国家 但是我们都知道老马这张嘴封不住哦 现在又让印尼生气哦 又得罪印尼哦 印尼就是我们的油中的最大的竞争者 好了 这是得罪印尼哦 还记得上次老马做首相的时候得罪印度吗 是希盟的时候得罪印度吗 印度不跟我们买棕油的时候 那个原产业富展啊 天天拿那个红色的棕油拿来喝 我都不敢喝那个东西啊 天天拿来喝 越喝那个价钱越跌 跌到最后希盟政府撑不住倒台哦 那么现在呢 这个老马呢 大家记得他那天讲了什么话吗 大马应该拿回新加坡吗 新加坡属于大马的吗 顺便他还讲了什么 白礁岛子 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整个廖内群岛都属于大马的 你会这样子讲一下 人家新加坡人听一下心里什么感受 那么印度尼西亚听了心里什么感受 现在我们来看印度尼西亚的Response 好了 我们来看新闻 所以呢 我跟 所以我们之前我们讲过吧 大马人之所以现在这么痛苦啊 他全部都是老马造出来的 知道吗 因为老马呢 他真的是一个骗子 他就是骗那个损票 他为了损票啊 为了要人家投票给他 他真的无所不用其极啊 他包括啊 大马得罪什么人 能得罪就得罪 反正 你们有票投给我呢 我就是赢家其他的不管 所以那天他是拿回新加坡的言论呢 新加坡的那个分析员直接解读呢 他就是为了拿他的损票咯 特地讲这样子 讲一下人家能够很嗨的那个东西咯 他的支持者啦 然后 其实不要忘记他那天讲说 他说除了这个白鸟岛呢 新加坡呢 还有整个料内群岛呢 都属于马来西亚的 应该拿回 那时候还没有马来西亚 知道吗 所以你看 料内群岛属大马呢 根本毫无法律根据 整个你看 料内群岛省 料内群岛省 就是整个这个南海 南中国海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 最大的岛当来就是那个新加坡 南部的那个巴弹 那个冰蛋岛这两个很大的岛 那么其他那些比较 这个比较小的岛 那么这里呢 整个叫做料内群岛 他说 这里呢 属于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应该拿回 所以那个印尼呢 当然听了很生气哦 明明这个已经是印尼的领土很久了 他说 那个登马讲这样的东西呢 影响了两国的交情 严重影响两国的交情 所以 幸亏这个印尼也算是明白人啊 他没有像以前印度这样子讲一下 整个印度嗨起来 不跟大马买棕油 对 导致大马那时候完蛋了 那个新盟政府没有收入完蛋了 直接倒台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一些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 这个主来大当然没有办法动它咯 最前期我们讲了嘛 我们的那个使用油涨价呢 那个 又靠主来大嘛 但是 现在好消息啦 那个 我们的油中又叠价 油中叠价呢 我不是跟你讲他们完蛋了 那么 印尼 一个多月前呢 突然间取消了中油出口禁令 因为当时印尼禁止出口的时候呢 它要稳定国内的那个石油价格呢 印尼禁止油中出口嘛 现在国内的那个石油价格稳定了 那么 印尼的下一步呢 它就是出口了 所以油中价格开始爆跌 最近跌很厉害啊 现在一下子六连跌 所以今年 今年呢 那是一千多块了 一千两百 那全部吐回 吐到完 现在跌破一千了 那油中国价跌破一千大块了 小人就金融到个 大马收入完蛋了 大马的回忆出口啊 现在 马来西亚靠这个罢了 知道嘛 这个 这个油中卖不出去呢 油中没有价钱呢 好了 等这几句了 它 现在油中还可以卖一千块 所以它可以给我们五十块 讲通货盆战 首先可以给大家五十块渡过难关 还可以给得起五十块 知道吗 油中再跟你跌下去跌到七八百的时候 你再跟手上讲通货盆战啊 很惨啊 人命啊 没有钱啊 好了 那时候啊 给二十块给你渡过难关了 给就是给不起啊 你看 而且这个东西呢 是像我们的股票这样子的 几个星期前你完全不知道它会奔啊 十多天里面呢 一下子跌了三百多块 大概变成了九百多块 所以 现在还跌得起五十块啊 到时候呢 二十块的援助金呢 未必跌得起啊 你看 吓死了嘛 是不是 所以 真正真真真真正的 我们要面对现实那个经济危机呢 就是那个油中价跌 油中价一跌呢 一切灾难就真正开始了啊 啊 然后这个未来啦 多两三年之后 那个印尼的首都嘛 Nusantara嘛 在那个 波罗州 啊 在那个波罗州建立了啊 啊 所以到时候呢 这个啊 萨巴汉跟萨巴汉跟萨巴汉呢 你们有机会去印尼首都赚钱 就好像楼佛人去新加坡赚钱 这样子啦 啊 所以这个到时候呢 这个印尼是进步了啦 印尼的新首都出来 印尼进步了啦 印尼强大了啦 啊 然后这个马来西亚呢 是完蛋了啦 那么讲起中油的价格呢 它最终呢 你一定要跟印尼谈判的嘛 就好像那个石油 那个石油这样子啊 石油有一个OPEC OPEC加3这样子 啊 他们每天谈判的 他如果大家天天丢那个油出来的话 这个价格丢到烂 大家不用吃饭咯 啊 啊 啊 那那个什么不用加老师来斯咯 啊 不然那个 那个我们在阿拉伯狗王 一买老师来斯买十多量 啊 大家不用买老师来斯咯 啊 就大家减产 大家谈一个额 哎 你只可以卖多 你可以卖多少 你可以卖多少 啊 啊 现在油价就涨咯 大家就有 跟买老师来斯咯 啊 所以油中最终也是要这样子的嘛 啊 大马跟印尼呢 始终要谈判的嘛 哎 英尼不可以出口这样多 大马也不可以出口这样多 这样子大家 合作一下 油中价格就会上来嘛 啊 现在你印尼也丢啊 这个 怎样 没有办法咯 所以 不可以得罪印尼嘛 你得罪印尼呢 就完蛋咯 所以老马这样讲的话呢 又很危险咯 上次得罪印度 极可怕 难道要重新再搞一次啊 啊 现在大马靠 靠油中价格高呢 哎 政府当时有钱啊 当时有50块给你啊 啊 啊 有疫苗给你打啊 疫苗的钱不是油中卖出来的钱来的 啊 假如 那个油中真的跌了 好啦 你这下次再再叫他跌钱 他给20块给你啊 是不是 哎呀 对现实人生节目嘛 我们讲一点 可能大家不太爱听的东西啊 这就是这个 老马是一个骗子嘛 他 他整天跟那个马来人讲啊 啊 同时也跟整个大马人讲啊 哎 那个大家生活很好啊 啊 你会马来人会变有钱啊 土著会变有钱啊 讲一大堆东西呢 结果呢 原来都是泡沫 原来全是一场发梦 原来全部拿来骗的啊 啊 所以 讲起这个补贴呢 啊 其实真正那个那个专家讲这个东西呢 应该不可以再补贴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扭曲市场 违反市场的原则 违反那个 law 啊 违反那个市场的经济原则 不对的 啊 你这些东西呢 它的原本价格是多少 就多少 啊 大马呢 一直拿来用补贴 一直拿来违反 啊 这样子长久下去呢 国家不能够发展 每年呢 啊 昨天首先就讲嘛 贴这个是这个 那我们使用油呢 贴了40多亿啊 那么贴那个汽车那个油啊 贴了300多亿 是不是 这样下去呢 不失办法的哦 啊 始终都要回到现实哦 啊 人家现在把那个95的油呢 那大概是5块钱啊 就要让大马人呢 回到那个现实当中 啊 所以老马 他为了损票呢 所以他一直拿来欺骗哦 所以他宁愿他政府拿来贴几百亿出去呢 给你们打便宜的油 给你们活在一个梦想当中 啊 不能够面对现实 完全没有竞争力 啊 就好像人家人家一直讲嘛 哎呀 那个富爸爸穷爸爸 Roberts Kiyosaki是个骗子 哎 这个他自己也承认 他讲他的故事呢 富爸爸穷爸爸呢 实际上是写的 他写出来的东西了 啊 反正你看富爸爸穷爸爸看这么久呢 很多人也没有变有钱哦 反而更多人破产了 他自己也破产了 啊 是不是 老马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骗子了 啊 他整天跟你讲 哎 投我一票马来人会有钱 投我一票土著会 会很有钱 结果呢 到现在大家有钱吗 现在国家也是准备走向破产的路 就是他一切拿来欺骗的嘛 一切拿来骗的嘛 啊 这个 所以你看大马人呢 就是 就是他制造的那种的叫做拐站族嘛 啊 整天要拿着拐站的啊 现在如果 纯纯世界的汽油价格呢 大概就是马币五块多钱啊 啊 现在如果 这个津贴拿掉补贴拿掉 你讲大马会发生什么事情 火不下去了 直接火不下去了 我跟你讲了一句话了 所以这个就是老马害的嘛 老马搞的那个拐站族嘛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啊 纯世界的价钱是这样子啊 好像鸡肉 鸡肉呢 它恢复正常的价钱就是十二块十十多块 啊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这样子国家才进步 也就是这样子呢 我们才会去努力去做工 才会去赚更多钱 你知道吗 啊 但现在人家一直想着啊 政府有补贴吗 那个鸡肉补贴咯 鸡蛋补贴咯 那个 那个打车的 那个汽车油补贴咯 全部补贴 政府补贴咯 每年呢几百亿 每年国家一半的钱呢 全部拿来补贴 这个就是老马搞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大马今天不能够发展 那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啊 啊 当然当然 最后我知道大家可能不太爱听这个东西 但是没关系 不要忘记我们做华人 华人呢 如果大家不小心变成了拐站族的话呢 啊 整天等补贴的那种人呢 没关系华人啊 三年给你三年五年呢 你把那个怪弹拿走 OK 你的收入要搞 你的收入 华人啊容易的啦 三千四千五千 啊六千就这样子上去了 那华人啊一定可以做到的 你是华人一定做到的 放心 啊 但是他那些马来人呢 怎么可以啊 啊 马来人那个B40 怎么可以啊 啊 他汽油变回原价 哈贝斯咯 不用讲了咯 不用讲 不用讲这么多 7月1号我们看那个鸡肉 鸡肉呢 变回原价之后呢 我们就看会发生什么后果 那么这一切一切呢 都是老马造出来的 都是老马这个经济大骗子呢 骗出来的 知道吗 啊 所以现在的政府呢 没有能力延续老马的 那个欺骗人民的政策 所以7月1号呢 一切都要回归现实 大马人家面对现实 回归现实 活在现实 最重要就是你的收入啊 要跟现在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呢 是贴力的 你的收入呢 是能够应付全世界通货膨胀的 所以不要再活在这个老马 这种百战族的梦想当中了 醒来吧 那希望这一期的现实人生呢 对大家有帮助 所以最后呢 奉劝老马 不要再得罪人了 不要再得罪印尼啊 那印尼由衷再卖多一点了 那 所以现在没有没有钱 今天了啦 所以激动他今天不起啦 因为那个由衷叠下了嘛 什么事啊 很现实的吗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这期现实人生 我们先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